三 二 一 加油 火箭升空的时候 我的心啊 也在提到了嗓子眼里 两个人紧张地拥抱在一起 当时一下就哭了 它是我国第一枚数字化运载火箭 长征7号的总设计师 范瑞祥 长征7号研发的那一天 2008年11月21日 每一发型号发射的一个日子 那是不会忘的 钟声也不会忘 八年磨一剑 长征7号背后 范瑞祥和无数航天人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万公斤的夜太阳 就装在这么一个薄薄的 1.8毫米厚的一个储箱里 一直在挑战极限 一直在追求极致 和你一起陪伴了十年的 一个钢铁大家伙 消失在了太空里 不会再回来了 你会想念他们 致敬中国航天六十年 本期演讲者范瑞祥 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这里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 萨贝宁 欢迎各位 开场以前 你们都听见导演 喊什么了吧 5 4 3 2 前几天我们是不是听见 这么喊来着 6月25号那天晚上8点 长征7号火箭 就是伴随着我们导演 慷慨激昂的 5 4 3 2 1 飞向太空 长征7号首飞成功 但是在我们国家 长征系列火箭当中 谁能知道它的发射次序 是编号多少 2 3 0 也就是说 它在长征系列火箭当中 第230次发射 这一次发射 对于中国的航天事业来讲 实际上是上了一个 了不起的台阶 当然 为什么这么说 这背后到底 进步在哪 让我们掌声有请 开讲嘉宾 长征7号运载火箭 总设计师 范瑞祥先生 有请 您好 慢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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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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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您知道您的这个出场 今天现场观众感觉也不一样 为了迎接一位火箭的总设计师 现场观众起立的速度 都跟火箭似的 当才真的 我一说到有请范瑞祥先生 我看见我们的观众 叮一下就起来 运载力极强 我听说您是最近刚剪的头发 是这样 我从文昌回到北京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剪了你头发 在之前您在文昌待了多久 整五十天 没剪头发 没剪头发 你每天都是 甩着长发在那射击 这五十天一直很忙 所以不是说您想剪头发 但是找不着时间 而是说那五十天 您根本就没想起来剪头发 这事儿 没怎么想 但是您今天 我还是看到了科学家的这种 对生活的比较随意的态度 您的衬衣没运 估计是就从那个旅行箱里 拿出来抖不抖不就穿上了 只要穿着舒服就行 您这么说我多愧疚啊 我这穿得有点太正式了 火箭发射是25号 24号晚上 您是不是肯定就像高考之前的学生一样 肯定睡不好觉 在发射前的前几天啊 确实自己感觉到压力也很大 这个在前一天晚上 就是6月24号 那天晚上到10点多了 我和我们俩同事 又上了一趟这个发射阵地 再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火箭 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 研制出来的一个像跟着我们 孩子一样的成长的一个伙伴 心血啊 从头到下又走了一遍 看了一看 回到宿舍 大概也就12点吧 但那天睡得还很踏实 就反而火箭发射 头一天晚上您睡得特踏实 是这样 但是您紧张吗 这发射当天 25号那天 还是紧张 火箭升空的时候 确实大家都是非常激动 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和我的心情 当时是一样的 您第一个当时想打电话 告诉的人是谁 手机在现场没有打开 后来我手机打开了 真巧 接到的第一个电话 是我女儿 从国外给我打来的电话 她一直在关注我 一直在关心我 最后她知道了 她说老爸 这个火箭发射成功了 我说成功了 非常好 第一个电话 我女儿打来的 贴心的小棉袄 你有没有想象过 万一你在那个时候 一打开手机 第一个电话一打进来 一看女儿一接 爸 这个月生活费 你怎么还没给呢 所以她是一直在国外 也在关注着 也在关注 但是我很难想象 一个航天人 眼看着一个 几百吨的大家伙 那个火箭加上 载荷是五百多吨 六百吨 将近六百吨的大家伙 您和同事花了几年时间 设计八年 八年 八年人的一生当中 八年的时间 在一件事情上 终于那一天立在那了 点火升空 就你看着自己的 八年和团队的一个心血 带着中国航天人的一个梦 飞到那么高的轨道上面 那种感受 我真是很难想象 所以今天我们有幸在这里 让范总师 把他所知道的 关于长征七号的故事 关于他和他的团队 关于一个中国航天人的故事 跟我们细细地分享 我们掌声有请 这次长征七号火箭首飞的成功 对我们国家 未来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的建设 意义非常重大 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未来要建设空间实验室 再进一步发展 要建立有人长期驻留的空间站 那么人在上面的话 必须要有地面定期给他发射 或用飞船来补给 解决航天员在上面 吃喝 包括上面做科学实验 仪器设备等等各种 那么补给的话 要求 这个火箭的用载能力 必须大于13吨 可是我们国家 我们到现在为止 以前的用载火箭 低轨的用载能力 最大就是8吨多 要达到13吨以上的用载能力 需要新研制一型用载火箭 长征7号火箭 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 在8年前 我们开始研制的 新一代的用载火箭 所以这个任务 是非常光荣和艰巨的 新型用载火箭的研制 可以说是挑战极限 做到把工作做到极致 大家看到了我们 长征7号运载火箭 捆绑了四个助推器 这个助推器呢 这个直径是2.25米 其中助推器的上面 有一个液态氧的储箱 大家知道这个液态氧的储箱 壁后最薄的地方 1.8个毫米 铝合金制造的 1.8毫米 那就比一般的 厚一点的纸 也就厚不了多少 就是火箭整个研制 就精精计掉到这个程度 既要满足 在火箭在加注 发射过程中的这种载荷 同时要把它的重量 做到最轻 大家知道 它里边装了多少推进器吗 液态氧50冬啊 就是5万公斤的液态氧 就装在这么一个薄薄的 1.8毫米厚的一个储箱里 这就是说我们火箭啊 整个研制 一直在挑战极限 一直在追求极致 这就是火箭研制人员的使命 这个长征7号火箭 实际上我们起步是从2006年开始的 全面研制工作起步 是从2008年开始的 也经历了8到10年的这个过程 火箭起飞以后 飞行表演到最后入轨 就10分钟600秒 但是底下就是数以千计的 研制人员 花费10年的时间 这10年的功夫 造就了这10分钟600秒的成功 台上10分钟 台下10年功啊 这个火箭 我们给上级机关承诺 2014年12月15号 我们从天津港出发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天津公司总装车间的 这个100多号人员啊 大概那三四个月 每天晚上干到两三点钟以后 他们提出的口号 12点之前不叫加班 晚上12点之前不叫加班 每周工作7天 每天实际上 也就是休息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八点上班以后 继续干 我们一天没有拖 12月15号 那天我们总是把产品 送到了天津港 这也是相当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去年年底我们火箭最后一个大型实验 这个实验我们给的时间 正常这个实验要做完 得要九个月到一年时间 但是我们任务卡到这儿了 我们研制的进度卡到这儿 我们实验单位三个月的时间 每天两班倒 每天一班干12个小时 24小时连轴转 做到了今年的1月10号 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 干成了过去需要九个月到一年的工作量 拿到了这个数据 我们这个实验 有一个负责同志姓张 叫张永亮 这三个多月过去以后 他们的领导说 走路都有点恍惚了 非常的不容易 还有就是我们在研制过程中 每一位设计人员 不光是我们领导 实际上每个岗位的人员 他们自己都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在去年 去年的四月份 我们在天津 做我们火箭一级结构的联合的进载实验 第一次实验没有过去 没有达到合格载和这个产品就出问题了 后来我们做了改进以后 第二次做实验 第二次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的主管设计人员 他心里是知道这个风险 有可能也做不到合格载和 假如说做不到合格载和 这个结构就破坏了 那就需要重新改进生产 重新再实验 这个周期 最短也得需要一年以上 所以大家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第二次实验能不能过 我们都在天津 那天晚上做到了12点以后 当最后这个加载人员 一级一级一级说 最后说加到了合格载和 现场一片缓身 我们两位 一位设计的人员 一位实验的人员 两个大小小伙子 两位同志就在我眼前 两个人紧张地拥抱在一起 长时间地拥抱在一起 非常的不容易 我也在现场 在没有到合格载和之前 我的心啊 也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确实是那样 大家心里是知道的 一旦要不成功要破坏了 这个后边意味着 整个型号的研制精度 会推迟多少 我们在做进载实验的时候 这个实验的设计负责人 是一个小女孩 很年轻 姓张 叫张薇 在到合格载和之前 大家都非常紧张 到了合格载和以后 大家都非常高兴 这个小女孩 当时一下就哭了 眼泪汪汪的 马上就哭了 就是那种自己身上 成癫癫的那种责任 千斤重担实际上远远不值 是千冬的重担 就是这种感受 发射成功以后 我们走出了发射场 到咱们文昌海边转一转 正好有一个小店 我们研制团队的同志 在那个小店我们吃了顿饭 那个老板姓梅 梅花的梅 这个梅老板一听说 我们是长城七号火箭 研制团队的人员 他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给我们说 他说这个火箭很神奇 我说怎么神奇了 他说原来说的 这个25号晚上8点发射 他说你们真是做到 这个按时发射 我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他说这个火箭有多重 我说六百东 他说很惊奇 把六百东的一个东西 一下就拖起来 种确地入轨 他说太了不得了 他说那天发射的时候 他的那个小店边上 坐满了人 周围有好多人 进到他那个小店里 要从海边看火箭 起飞的整个过程 他边上有两棵椰子树 可能挡了那个视线 最后老板说 我下决心 我把两棵椰子树砍掉 让大家能够看见 火箭起飞的那个时刻 当火箭八点钟 总是点火起飞以后 他说在周围 那么多的这个老百姓啊 都在看这个火箭发射 大家这个 都是情不自禁 都是自发的热烈的鼓掌 好多人都在喊 这个中国万岁 哎呦 我一听老板 没老板 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我说我们研制团队啊 我们并不孤独 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有人民在关心我们 在支持我们 所以回想起来一看 这过去八年 大家的付出啊 尽管很辛苦 但是看到火箭飞行成功了 大家都觉得非常值得 当然了 这一次大家也非常关注 我们火箭在研制过程中 技术进步 比如说我们这次火箭研制 全流程采用了数字化技术 从设计 生产制造 实验 整个生产过程中 没有一张图纸 是我们国家 大中型火箭的研制 技术水平 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和国际的水平呢 应该是接轨了 将来就是作为我们国家 新一代中型火箭的基本型 以这个基本型为构型 通过模块的组合 可以形成一个 新一代中型火箭的系列 满足我们国家 未来一二十年 甚至更远 可以发射更大更重的卫星 我们通过长征七号火箭的研制 我们又带立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 在发射场的时候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实验队 我们研制团队的这个化名册 我们整个研制团队一线的人员 绝大部分年龄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 他们非常信用 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有这个非常荣幸的这个机会 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个火箭研制的一个全流程 我要说我们 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到航天队伍的 当时我们也非常信用 参加了我们载人航天 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 我们新一批新一代的航天队伍 他们是我们培养出来的 这是我们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 我相信这批人员 我们这批团队可以将来再带领新的同志 把我们国家的航天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新的一个水平 谢谢大家 谢谢范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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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奖了 谢谢各位 请坐 可能现场很多人没有这个感觉 我刚才觉得您是不是说错了一个数字 您说那个灌夜养的那个地方最薄的地方是1.8毫米 我后来查了一下 就我拿那个尺子比了一下 1.8毫米大概就是两到三张我这个卡片这么厚 是的 绝对没错 您帮个忙 2.25米的直径 对 半径就是1.125米 我这个我算得了 您对主持人这么不放心吗 虽然我是学文科的 1.125米是多少厘米啊 112.5厘米 是的 好 你看我算得过来 好 这是半径 麻烦您在中间 您拿一下 我在这一头 我比着这个半径 我画一圈 我让大家感受一下啊 这什么粉笔 一点航天精神都没有 稍微一弄就断了 就这么 做节目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上天啊 我何德何能让一个总设计师帮我在这儿赚尺子 我太荣幸了 我此生也算是可以了 一个文科生 让我们国家的长征七号的总设计师 好 看着啊 感受一下 这个因为粉笔确实 确实没画出太明显 我们通过镜头可以感受一下 这么大一个圈 也就是 这就是我们助推器的大小 对 一共四个 其中一个助推器是这么大 但是它的 B 这个助推器 这么大一个助推器的B 就相当于用两个卡片 这么打造出来的一个 太难以想象了 这我觉得就一风吹雨打 万一吹过来一块石头 可能就给砸穿了吧 要真要有石头还是危险 但是我们里边是冲鸭的 冲鸭的 冲的鸭 就和可乐瓶子一样 里边憋着气 哦 所以它的强度能让它增强 对 我们通过您的演讲 发现您是一个数字狂人 您记得太多的数字 本职工作呀 您的本职工作 这么多数字都归您管吗 我要想知道 我建那么多的零部件 那么多的系统工程的东西 您都得了解 都得知道 您得记多少个数字 我要想知道 我就想办法去了解 只要了解了 您就会记住 也得要记下来 就和记英文单词一样 每个七八遍 我估计也记不住 所以刚才有个观众问 说您能够记那么多的数字 能不能给我们这些 学文科的同学一些建议 怎么才能把这些数字 记得这么牢 各个学科各有它的这个 我们就是干这个行业 所以要对数字就是比较敏感 你看像我 记人的名字就记不住 您待会不会看着我说 小王啊 所以您的 就每个人的大脑 可能有一部分 是它最擅长的 您可能就数字区域 对 逻辑理性的推理分析 这个区域特别厉害 但是您的 像其他的就不行 艺术 都不行 文学 所以这个差距很大 现在微信 我现在只会收红包 不会发红包 我觉得能学会这门技术 也是到了一定境界的人 就对自己的人品啊 已经充满了极大的自信 你们爱怎么看怎么看 只收红包不发红包 您这样的话 您的团队的同事会对您有意见 都一般什么情况下 你们会发红包 群里面 这次发射成功以后 好多同事发红包了 您都没发 我这没学会 火箭也用了八年 研制出一枚火箭 您作为总设计师 最后发射成功了 您居然连个红包都没发 不过刚才 对 就说他就学不会 他说他学不会 但是刚才范总说了一句话 我是记住了 说只要我想了解的东西 只要我想记住的数字 我是都能记得住 但唯独红包 发红包 您学不会 看来还是跟这个 求学的求知欲望有关系 接下来我再问一个观众的问题 今天来的观众有很多是非常非常专业 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北航的同学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专业的同学问的 还是我们普通观众问的 俄罗斯RD-180 推力400吨 RD-180是什么 是一款发动机 对 中国的YF-100推力是120吨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研制 像俄罗斯那样的大推力发动机呢 这个还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是哪一位 我站起来我看一下 RD-180 你是 我是北里的 不是北航的 北京理工大学 北航的在哪里 北里的在哪里 你看 年轻人之间 还是有那种勾强好胜的 你看 两个学校碰到一块了 我们把舞台让开点 学发动机 什么 飞行器动力专业 飞行器动力专业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 俄罗斯RD-180 推力400吨 为什么咱们不研制 这个我说一下 你坐吧 他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们国家 这次我们长征7号上 使用的两星星的发动机 我刚才讲了 也是一个和原理 和RD-180比较接近 但是这种发动机呢 它的好处是 它的性能高 但是呢 缺点研制难度大 技术含量很高 就类似这种原理的发动机 这是缺点吗 技术含量高 技术含量很高 研制难度大 现在我们国家 长征7号火箭 这两星发动机研制成功 是世界上既俄罗斯以后 第二个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 第二个 这是很了不起 当然我们后边 我们有计划 我们研制呢 推力更加大的 这个相同原理的 一样没有发动机 为我们国家 未来这个火箭 更大规模的火箭的发展 奠定一个基础 实际上现在技术 咱们有了 只不过是把这个技术 再运用到更大推力的 实践上面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我估计是个孩子 我因为今天看到 有好多小朋友 这应该是个孩子问的 我如果没说错的话 因为这个上面 还配了个图画 很有这个孩子的这种特点 您看 而且他称呼的是范叔叔 范叔叔 长征7号火箭零件的 质量检查 是抽样检查 还是普查 通过这句话 我觉得他又不是个孩子 看看 是个孩子吗 这个问题是谁问的 还真是个小朋友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快12岁了 那你怎么能问得出 这么专业的问题 是抽样 火箭零件的质量检查 是抽样检查 还是普查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我们考试的 一道考试题 我感谢我的父母 没有把我生在这个时代 我要跟他们竞争 我就完了 所以你现在 这道题是你们 学校里的一个考试题 对的 但是你想问一问 真正航天人 对这道题怎么答 你对你们老师的答案 是不信任的 老师给你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老师给我的正确答案是前面 普查 是普查 告诉他抽查 老师就崩溃了 这个小朋友提的这个问题 很专业 很专业 把我吓一跳 我想告诉你 我们航天的产品 火箭的产品 每一个零件都 必须要做到检验检查 那也就真的是普查 普查 所以验证了 这个范叔叔说了 他是火箭的总设计师 他已经告诉你 答案就是普查 所以这个零件数 您大概有 那是数以万计的了 上万个零件 每一个都要检查 仔细地检查 难吧 难 所以学文科吧 你现在最好的课程是什么 成绩最好的一科 成绩最好的一科 我觉得数学算吧 数学怎么不算的 当然算啊 当然在我是不算的 那就坚持 你对数字的 对这种自然科学的爱好 好吧 未来希望你也能成为 真正 你喜欢航天吗 挺喜欢的 说真话 说真话 当你听说几万个零件 都要一个一个查的之后 你还喜欢航天吗 我还喜欢航天 以后这些零件 就归你检查了 真的要从 很细小的工作开始做起 你别以为范叔叔 你以为他大学一毕业 就是总设计师 他肯定也是 从检查零件开始 即便现在您 作为总设计师 可能重要的零件 您是不是还得参与检查 我们有专职的检查 我们就要检验团队 您就给孩子留一个那个 您说是的 我也要经常去检查 所以年轻人 有这样的梦想 是值得鼓励的 值得鼓励 你这个问题 我作为一个纪念 交给我们的总设计师了 谢谢您 接下来六个青年代表 他们听完您的演讲之后 也都有问题 要问您 而且我知道这当中 好像也有学航空航天的 专业的学生 范总好 我是来自北航的 一名学生研究生 然后我刚好那年 正好赶上 就是国家的 那个天空依靠发射 然后当时在祖国 上下也是热血沸腾 然后我也热血沸腾 报纸院的时候 就选了这个北航的 这个航天飞行机设计专业 所以当年是一枪 就是一机动 报了这个专业 对对对 所以就报了这个专业 没后悔到现在 有后悔的时候 就是我算是属于 这个误打误撞 然后来到这个 航空航天这个转业 然后所以我想问您 就是您是怎么 跟这个航天结缘的 比如说小时候点炮 这样突然砰 产生了航天梦之类的 就没有过 没有这么想象的 我们都以为 科学家总有点那种 出乎我们意料的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 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像 太像了 太像一个普通的 科技工作者 你不像我们想的那种 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 到突然最后一个灵感 谢谢你 跑回去 一个公式出来 问题解决了 其实更多的科研 是相对寂寞和枯燥的 是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没看到我们 比如说在 研制不顺礼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 那个形象 有的这个话也不说 有的自己在 偷偷地流泪 这种都很多 因为大家 我刚才讲 身上这个压力 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总怕自己的 这个工作 影响了 整个 整个型号的研制 影响了别人 就看到同事 话都不说 默默地在一边流泪 就整个人被这种压力 都煎熬到 这种程度的时候 作为总设计师 还是不发红包 因为我之前听说 您是这个 学汉捷专业的 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 如果您对这个 航空航天感兴趣的话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 报航空航天专业呢 我开个玩笑 范总 难道是因为您当年高考 考得不好 所以写了汉捷吗 首先 很高兴 我和你校友 师兄好 我81年 考到北航的 当时田志愿的时候 我写了飞行器设计 但是也写了 俯从分配 后来可能分 好像低一点 后来 俯从分配 就是到了 我们北航七系 就是汉捷专业 我确实是学汉捷的 汉捷专业 但是汉捷也是为航空航天服务的 是 它也是关键的工艺 所以您学的是汉捷的这个 不是说汉捷技术 不是说让您去学电汉 对 刚才有一个 北理工的同学问 这个发动机 俄罗斯的发动机 为什么技术水平高 很重要一个汉捷水平 汉捷工艺水平相当高 世界上是第一的 谢谢你 你回去转专业吧 先学汉捷在书 对 从基础学起 真的 我绝对相信 范老师说的 确实有一些 看似平常的东西 其实它背后 技术难点 也许 对 是真正让科学家 头疼的东西 谢谢范总 我以后也非常希望 加入到你们团队去工作 夏宇 来 范老师好 小萨老师好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学员的理科 你们同学能别那么排着队问吗 你学的也是理工科 就是 是什么专业 报上 自动化 飞行器控制 我们北航就有一个梗 男女比例7比1 我不知道范师兄在的时候 男女比例是什么样 我觉得北航现在 这个男同学还是应该幸运 我当时入学的时候 我们班27个人 只有两岸女同学 不到10比1 可是我们女生 其实也并不是说 多么受丑 我们会有一句话说 女生当男生用 男生当牲口用 我们老师总是鼓励我们说 航天界有很多的经国女英 不要在意这些 你们不是程序员鼓励师 你们也有自己的技术 然后我就想问范老师 在那个长征7号的工作团队里 女性的比例多不多 我们女性在这个专业上 有什么优势没有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长征7号研制团队 女同志在这里边 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我们有好多核心的专业 都是这个女同学来干的 比如说我们火箭 你是学控制的 我们火箭控制系统 几个主要的干将 全是女同志 这个女性在这个火箭 研制过程中 她非常细心 能够做下来 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完美 而火箭呢 很重要一个就是 细节决定成败 凡是火箭发生 这个飞行失败的 它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问题 全是一些细节地方 比如说这地方 有一个多一个东西 没捡出去 是吧 最后一下流到发动机里了 爆炸了 多余物 多余物 叫多余物 到多余物 怎么来防止低层次的错误 女性在这个岗位上 还真有她这个独到的 这个地方 一个细心 一个耐心 所以这个以后也欢迎你 以后能加入到长城七号的队伍中间 所以加油 李赫 是吧 李赫 加油 希望未来中国的航天团队里 能够有一个靓丽的年轻的女孩的身影 好 下一位 范总您好 萨老师您好 您好 我是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的一名飞航青年 我叫刘浩然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干什么的 我在我们航天三院的总体设计部 然后担任一些技术工作 其实您也知道咱们航天人工作特别的辛苦 基本上是每天都加班 经常连续几天睡不上觉 然后我们每次出差 可能会在戈壁啊 沙漠这种偏远的地区 一待好几个月都见不到家人 但是我们的收入和物质回报 其实并不是很丰厚 在这里能不能请范总您简单谈一谈 就是说作为咱们自己航天人 干航天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能有机会干一个完整的型号啊 也是幸运的事 我们现场那天我们火箭一起飞以后 火箭正在飞呢还没入轨 我们这个研制团队好多同志 情不自禁的泪就流下来了 这么多年自己的辛苦的付出 一下看到这个成果了 后来火箭入轨以后 当时咱们央视的一个记者在 当时采访我 我后来说了两句话 我是再不能说了 我要再说我也一直不住了 所以我说就是真的 自己亲身走过来啊 每一个人不光是我 每一个人亲身走过来 那种感情啊 那是毫无掩饰的 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范总 您刚才几句话让我想起了 就在九三阅兵和每次国庆阅兵的时候 然后当天安门前划过我们单位 设计出来的产品的时候 那种骄傲和自豪真的是无法形容 你就光说这句话 我就觉得对于一般的年轻人来讲 是遥不可及的一种体验 人生体验 我们说的都是当飞机大炮 经过天安门的时候 他说是我们单位研究出来的产品 经过天安门的时候 你想那是什么气概 这种人生体验真的是 我很荣幸 要珍惜 我很荣幸 加油 谢谢范老师 吴珊珊 范总 您好 我不是航天人 我是个特别接地亲的人 所以我不跟您聊天上的事 聊地上的事 聊家里的事 我觉得做范总的爱人太不容易了 应该爱上您是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毕竟爱上您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怎么办呢 您一定到头能和爱人见紧面 总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您爱人是做什么行业的 和我是一个行业的 也是做航天的 对 在我们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他在另外一个研究所工作 另外一个研究所 两个不回家的人是不是 家庭他照顾得多 肯定是我照顾得少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一开始也是有一些愿言 有一些不理解 但是另外一方面一看 这个工作 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性质 确实是 大家知道心里的负担和压力 还是挺重的 所以慢慢慢慢 也就理解了 慢慢慢慢也就理解了 您的爱人要照顾家里 照顾您 照顾孩子 他还在照顾火箭 但您只管照顾火箭 是 是这样 我觉得您是一个有充分感情的人 充沛的感情的人 但是可能不是特别的擅长 有语言去表达 我想您用一种自己最擅长的方式 比如说用数字 来表达对您喜欢的事物 包括对太太也好 表达一下爱意 用数字写手情诗之类的 快问快答 太太的生日 2月16日 女儿的生日 8月8日 自己的生日 6月18日 太太的生日 2月16日 可以 没晕 可以 那没错 还可以 你看这几个数字 我觉得对 记得很清楚 长征7号研发的那一天 您进入这个项目的那天 2008年11月21日 哇 主持人 我以前还从事过 其他型号的发射 有十几发 每一发型号 发射那个日子 我现在都记得 那是不会忘的 终生也不会忘 好嘞 谢谢范总 最后一位 小萨哥好 然后范老师好 孙子冰 我也不是那个航天人 我是来自上海 戏剧学院的研究生 我又一个小好奇 特别好奇的就是 你有没有 就是在某一天 夜深人静的夜晚 偷偷地落泪 偷偷地会想到 家里 想到其他的事情 会不自觉地 会哭出来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扛不住压力的时候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禁酒提供的 跟着禁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特别好奇的就是 你有没有 就是在某一天 夜深人静的夜晚 偷偷地落泪 扛不住压力的时候 你说的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这一发 长征7号首飞的火箭 出厂以后啊 在我去文长发射厂之前 和刚刚到文长发射厂之后啊 有这么一段的心境 确实我就觉得 自己安静的时候 一回想主要是我觉得 当时火箭还没发射 但是已经造出来了 对 已经造出来 立在发射台上了 一回想这八年 和整个团队在一块儿 一步一个脚印地过来 自己案子有流泪 这种冲动吧 但是我还是克制住了 还是克制住了 到我们6月25号 发射成功以后啊 后面我觉得 暗暗地自己 心里平静下来了 平静下来什么呢 我就觉得 就是大家说的 你这些年啊 整个团队这个付出啊 这个就是型号 就是这样 你有付出就有所得 你对技术工作啊 要真诚 你要对他真诚 把他对待 像一个自己的 一个好伙伴来对待 这样的话 他会也来这样来对待你 谢谢 那就是我们其实看 你们所有的工作 必须都能够去 非常坚强地去面对他 做科研也好 做其他也好 不能有一颗玻璃心 就一直要非常的坚强 您是搞艺术的 我们是搞具体科学技术的 其实我觉得艺术也好 科学技术也好 最根本上 人家说只要是学问啊 大家把它真的 做胜做透了 学问一定是会有用的 有价值的 十分感谢 感谢范老师 然后也希望 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 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祝您越来越好 谢谢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禁酒提供的 跟着禁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现在全世界还没有 成熟的火箭回收的技术 换句话讲 您用了十年的时间 和您的团队一起 打造出来的这枚火箭 现在它六百秒之后 它已经消失在了太空里 它完成了任务 把我们要送的东西 送了上去 但是这枚火箭本身 不会再回来了 你会想念它吗 和你一起陪伴了十年的 一个钢铁大家伙 尽管它是个物体 但是如果你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好朋友的话 您的这个好朋友 消失在太空里 是 所以刚才在说到孩子 说到家庭 说到每一个航天人的付出 我突然想起一首歌 叫《时间都去哪儿了》 但是如果问航天人 时间都去哪儿 它会让你抬头看 在那星空里 有中国每一个航天人 付出的所有的心血 努力和他们的梦想 以及他们所有丰富的情感 再次感谢 感谢范总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最后祝愿您早日学会发红包 谢谢 谢谢 下一期开奖再见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就能教你怎么办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太棒了